我來了差不多三至四個星期左右 我看到這差不多一個月 真的有很大的改變 我剛來的那個日子 葉牧師幫我祈禱 我吐出來 他心中很多屈結 很討厭我父母 很討厭我家人 總之很多屈結很不舒服 來了之後 葉牧師為我祈禱 我現在差不多每天都保持一個小時以上去祈禱 我主要祈禱就是在YouTube 聽葉牧師的敬拜賺美詩歌 之後就自己去看聖經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我之前很討厭聖經 很無聊的 不知要做甚麼 完全不喜歡看的 但是我覺得 好像聽了敬拜詩歌之後 我再去看聖經 好像覺得耶穌跟我很接近 我也很感謝主 其實我也不介意和大家分享 其實我有些中度抑鬱症 晚上就要吃藥 下午也要吃藥 但是很多的神好像很醫治我 現在下午也不用吃藥 都沒事 情緒都很穩定 如果我不開心的話 我自己就會去聽葉牧師的敬拜賺美詩歌 去取代那些藥物 下午真的有很大的釋放 我覺得還要吃藥物的精神科藥物 我也很感謝主 另外 還有不知為何 我自己突然間 有一天 祈禱暈時就有些 看到的影像 雖然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我不管 就好像感受到 可能我為我媽媽祈禱 我感受到一些不開心 我不管她真還是假的 那樣的影像 我照為她這些地方去祈禱 希望神也去釋放她 另外 早上我坐車的時候 我也會嘗試為隔壁的人祈禱 我代入她在我心中 就患上她 求主也去祝福她 其實也見到少少的影像 我不知道哪些影像是真的 可能見到她去 表演 又或者好像很不開心 很醉悚 很憤怒 我其實求主 根據她 可能一些部位 我不知道 是真還是假 可能她要說話 我求主 就祝福她的喉嚨 讓她能夠 說話便舒服一點 並沒有那麼順暢 希望主 給她一點力量去面對今天的一切 雖然我不知道這些影像是真還是假的 但是我覺得 沒有所謂 真還是假也好 我覺得也是為這個人的祈禱 對於我來說 也是一件好事 我真的很開心 我之前也沒有為個人代討 我經常跟他說 我幫你祈禱 但我不會做的 但是現在我真的會幫他做 甚至想著他 然後感受一下 幫他祈禱 希望神也祝福他 我會分享做到大家 還有 剛才 尼牧師會的祈禱 我覺得很開心 我自己也不知為什麼 忍不住笑出來 好像很大釋放 很開心 我也感受到那種平安 那種興奮 這次一撒年才覺得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不值一提的 我覺得那些煩惱那些 真是很小事 我覺得 跟耶穌親近更加重要 我都很感謝祈禱 你之前也開始有一點起落 之前 是的 之前也有一點起落 但今天就比較強烈 很強烈 所以這也是我們可以慢慢一步經歷的 OK 你好像是否有見過 遺像 見過耶穌 有見過什麼 是的 我常常在祈禱 好像見過 可能我讀書也是讀基督教的 我看到耶穌的照片 都會出到畫面 這樣 是的 多謝神 讓你一步步可以看到更多的現象 多謝 多謝 請慢點 請等下 再好 請慢點 好 請慢點 這個